年过六旬的沈鹏梅老人怎么都不相信,孙女沈娟的高考总成绩只有47分。 他认为孙女的分数应该统计错了,因为他注意到了,孙女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,还考了416分。 沈鸿伟老人找到了沈娟的班主任,班主任也觉得沈娟不应该去考这个分数,于是就建议老人申请查分。 沈鸿伟在班主任的陪同下,去了试招考办,然后填写了查分登记表,著名要查询的科目。 然而,让沈鸿伟老人没有想到的是,查的几门功课并没有问题,更让沈鸿伟不解的是孙女在高考中,几乎教的是白卷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?还得从沈鸿伟老人的家庭谈起,沈鸿伟是一个年过六旬的农村老人,原本又一个幸福的家庭。 老伴贤惠,儿子能干儿媳孝顺,十六年前的一天,儿子开着电动三轮车,带着老伴儿媳和孙女去走勤气时,被一辆大货车卷入车轮,儿子儿媳当场死亡。 老伴身受重伤,两岁的孙女在出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,被儿媳跑出去了,捡回一条小命。 虽然老伴最终保住的性命,但却吃去了双腿,而且因为出货时受到了刺激,头脑也变了不清醒。 此后,沈鸿伟一边叫顾瘫痪在床,头脑不清醒的老伴,一边抚养年幼的孙女,因为当初是顾的主要责任,在沈鸿伟的儿子。 最终家里并没有获得多少赔偿金,因而沈鸿伟一家人的日子,一直过得很艰辛,为了一家人的生活,沈鸿伟不得不想着各种办法挣钱。 即便如此,家里也仅仅能维持不饿肚子,孙女沈鸿看到爷爷每天那么累,小小年龄就非常懂事,帮助爷爷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。 沈鸿读初中史,成绩还是不错的,能够在班上排到前十名,还被市医所重点高中提前录取。 进入高中后,沈鸿的家庭状况越来越差,尤其是奶奶三天两头住院,家里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。 爷爷为了这个家,没日没夜的干活,白天在外打工,夜里还需荒挣钱。 奶奶只能交给邻居的大审照顾,爷爷每个月向征信的支付,给邻居五百块钱。